18年上半年有两部超现象,综艺偶像练习生和创造101,赚足了全国人民的眼球,热度一直居高不下。 但现有人知道的是两个团体,里面都有一家叫乐华的公司身影出现,偶像练习生的出道的成员里面有三个乐华艺人,另外自成一派的乐华其人更是全等无数,创造101的孟美琪和吴轩仪也十分属于乐华其下。 众所周知,韩国乐业因本国政府扶持而发展旺盛,但在中国偶像选秀只是刚刚起步,中国的各大经济公司都是练习生自费配训,韩国则是完全免费,国内是让你直接成为艺人,韩国则是让你如何成为艺人,国内的网红来钱特别快,而韩国的网红却是穷困潦倒。 在这种背景下,中国大多人不明白网红的竞争有多么激烈,还以为是免费的午餐让自己享用。 乐华与乐CEO曾经放言,乐华公司在国内艺人公司里属于第一,即使在韩国,也是仅次于SM、YG、JYP的第四,而韩国经纪公司对此却并不认可。 因此,乐华模式到底是本土复制韩国模式的成功,或者只是国产偶像行业的一支试验品呢? 2009年乐华娱乐成立,2010年签约韩根,而后步入正轨,韩根为乐华带来了韩国模式。 除此之外,乐华连续几年代理了多位韩国偶像成员。 前几年,韩流文化冲击中国市场,Starship与乐华进行合作成功,打入中国市场,双方签订了一份双线经济合约,直接造就为宇宙少女的出现。 反观乐华在国内自身造星,却并不是很轻松。 2014年,乐华娱乐推出UNIQ男团,由三位中国成员和两位韩国成员组成,组合一出现便石沉大海。 没留下完,在如今的偶像选秀爆发之前,乐华转战投资电影,但是没几年便开始亏空,形势逼迫乐华只能孤住一支的投资偶像业务。 无疑如今的乐华是成功的,但偶像的更新化在速度之快,不会有太长远的发展,这是每一个偶像都该明白的事实,所以都会往实力派的方向发展,努力去转型,从而撕下偶像标签。 正是因为这样,乐华更加需要不停推出新的国民偶像,才能在市场上占有一席之地。